年轻不养生 老了养医生 大家好 我是心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年108岁的何连峰老人 是个非常特别的老人 85岁高龄的时候 就赶一个人坐飞机去广州看外甥 94岁的时候 髋关节骨折 仅仅三个月就痊愈了 一般到了55岁以后 就是癌症的高发期 但是癌症 跟何连峰老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平时负责照顾老人的是大孙女 据她说 奶奶长寿或许跟吃的有些关系 原来老人喜欢吃淡水鱼 100岁时自己能吃上一整条鱼 平时饮食比较清淡 肉吃的很少 如果她吃肉 那绝对是只吃鱼 俗话说得好 地上走得不如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 这里只带的是各式各样的肉类 民间认为 地面上的猪牛羊等 营养成分不如天上飞的情类 而天上飞的情类 营养成分又不如水里的鱿鱼 足见人们对于鱼肉营养价值的认可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鱼肉营养丰富 含有维生素D 锡 锡 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多重营养 且肉质细嫩 容易消化 对于老人和小孩 有着更好的适应性 因此 也是最具有食用价值的肉类之一 不仅如此 国内研究表示 喜欢吃鱼 收获的好处远比想象中的要多 一 中山大学 养成吃鱼的习惯 甚至能够降低全因死亡率 根据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和广州市D12医院 在欧洲临床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数据表明 每周食用鱼肉200克到300克左右 死亡率数据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包括全因死亡风险 心血管疾病风险 以及心脏病风险等 不仅如此 研究人员通过的12万名 平均年龄在60岁的受试者进行调查 每周吃鱼超过500克以上的人群 全因死亡率风险降低约15%左右 尤其是对于老人而言 晚年患病风险更低 也就意味着将来能够更加长寿 由此可见 经常吃鱼的好处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爱吃鱼的朋友可有福了 养成每周食用200克到500克鱼肉的习惯 对于养生长寿 也有着非常大的弊意 说到这 肯定有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做一顿鱼尝尝了 但是话说回来 既然要吃鱼 我们就要以健康的目的去吃 鱼的种类各有不同 选择最合适的鱼肉 产生的营养价值也会更好 二 鱼肉吃哪种更健康长寿 不妨试试这两种 第一种 能预防癌症深海鱼 代表鱼类 三文鱼 血鱼 银鱼等 根据美国内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 关于46万人的研究 深海鱼中含有的 Omega-3脂肪酸 比淡水鱼高出两倍还多 而Omega-3脂肪酸 属于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 能够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对长寿起到一定的帮助 不仅如此 研究人员还在深海鱼的鱼肉组织中 找到了一种特殊的酶 这种酶能够进入癌细胞内部 破坏癌细胞 降低癌症的隐患 达到防癌抗癌的目的 尤其是对于各位老人来说 多吃血鱼 银鱼 三文鱼一类的深海鱼 不仅养护血管 还能预防癌症 属食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第二种 养护神经系统复制鱼 代表鱼类 青鱼 沙丁鱼 鲁鱼等 所谓的复制鱼 顾名思义 就是鱼油含量高的鱼种 鱼油中含有丰富的DHA 能够滋养神经系统 维持大脑的健康活性 而老人想要长寿 预防神经系统疾病 例如老年痴呆等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 多吃复制鱼 增加鱼油的摄入 同样也是健康长寿的 吃鱼选择 但需要注意的是 复制鱼可以多吃 但不要盲目过量食用 仍然要保持 中国居民善事指南的摄入标准 以免脂肪摄入过多 反而导致身体总胆固醇水平上升 对健康不利 不过凡是食物 就一定存在一剂 吃鱼虽好 但却同样要注意方式方法 错误的吃鱼方式 反而会给健康带来影响 二 长期吃鱼 身体能获得三个好处 除了保护心血管 降低死亡风险 长期适当吃鱼 还有以下这些好处 一 健脑抑制 预防痴呆 鱼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 尤其是被称为 脑黄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DHA 它是神经系统细胞 生长及维持的一种主要成分 可以促进神经网络形成 信息传导加快 还对伤亡的脑细胞 起到明显的修复作用 研究显示 老年人每周至少吃一次鱼 可降低痴呆 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风险 而每周吃鱼不少于两次的孩子 在智商测试中得分 比很少吃鱼 或者不吃鱼的孩子 平均高出4.8分 二 保护势力 DHA还是是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 在眼睛视网膜中所占比例 则高达50% 因此 适当吃鱼补充DHA 保证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养分充足 保护视网膜 对保护势力有积极作用 三 肠癌 肝癌风险下降 根据15年间 对47.6万人的调查研究显示 与不吃鱼或少吃鱼的人群相比 常年都吃鱼的人 患常癌的风险下降了12% 背后的原因 可能与鱼类富含多种无鸡眼 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有关 比如磷 钙 铁 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B1和尼克酸等 三 对症吃鱼 更显价值 一 补钙异五脏带鱼 带鱼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海鱼 但它的营养价值却不低 一不饱和脂肪酸 比普通的淡水鱼要高 二在常见的动物性食物中 带鱼的含钙量位居第二位 远高于鸡鸭 以及猪牛羊等常见肉类 三代鱼中还富含两种补钙的黄金搭档 维生素D和铁 它们能促进身体对钙的吸收利用 协同帮助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 而从中医药学的角度 带鱼还有补益五脏 养肝补血 暖胃润肤等功能 二 美容强心脏黑鱼 黑鱼中含有腐霉TU10 它被称为心脏的动力支援 能为心脏提供更多的氧气和能量 预防突发性疾病 而且腐霉TU10 还有保护皮肤 延缓衰老 缓解疲劳的功效 而中医认为 常吃黑鱼 有趣于生心 滋补调养 生机补血 促进伤口愈合等功效 三 酷血管相间马胶鱼 马胶鱼又被称为鱼中极品 这种海鱼外形 与我们熟知的霸鱼类似 但刺少肉质更加鲜美 营养价值也高 有着两高一低一好 高优质蛋白 高维生素 低脂肪 好消化的特点 很适合消化系统 比较弱的老年人和小孩 常吃马胶鱼 有益于减肥 含有DHA和氨基酸 有助于抑制 所含的牛黄酸 对心血管也有保护作用 三 暖胃草鱼园子 冬季天亦冷 有部分人群吃水果容易腹泻 或者喝凉水 胃里难受 这可能是胃寒 草鱼性肝温 有暖胃合中的功效 一着凉就咳嗽 不敢吃凉等胃寒的人群 可以适当多吃点草鱼 年节佳艳 也少不了一道鱼园 而做园子最好用草鱼 肉多刺大好剔除 价格也便宜 鱼园吃鱼不见鱼 也没有鱼刺食用方便 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 四 有种鱼吃多了无益 一 咸鱼 天冷了 很多家庭都有腌制咸鱼的习惯 没食欲或是菜不够的时候 就会拿一条出来解解馋 但咸鱼中富含亚硝酸盐 这种物质能与蛋白质分解产物 暗类发生反应 并形成强致癌物亚硝案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ERC 目前已经把中国式咸鱼 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吃多了 会导致胃 肠 胰腺等消化导癌发生风险升高 因此平时尽量少吃咸鱼这类鱼肉 二 生鱼片 生鱼片多为海水鱼 可能会携带寄生虫 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 三 野生鱼 野生鱼生长的环境不确定 如果是在被污染的水质中生长 那么鱼体内也会负集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一旦吃了 很可能给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四 大型的食肉鱼 大型的食肉鱼 体内更容易蓄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人吃了 反而容易损伤肾脏器官 最后鱼肉最好的吃法就是清蒸 清炖 其他的做法 很容易破坏鱼肉中的营养成分 以上这四种鱼对身体有害 所以平时尽量少吃生鱼片 因为这种鱼肉中 可能会携带寄生虫 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所以大家不要经常吃生鱼片 咸鱼是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大家平时尽量少吃咸鱼 大型的食肉鱼类会影响肾脏器官 所以最好也不要吃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